揭秘 心肝脾肺腎 五行五脏怎么保养 凤梨韭菜奇异果 速身步法up up好成果 十一柱形 居家风水 春夏秋冬五色养颜 生活有道健康有料 养生我知道周周来报道 I've been around for a while Still I've known since I was a child Things would be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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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在整个外置圈的话 台子齐的多单部分 达到一万六千口左右 结果今天一口机又减了 2727口这样的多单 那么多单呈现是一个减少2700多口 情况之下 接下来操作动向又该如何捏捏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赚大钱的雷台秀 雷台秀里头我们秀座来看到 第一个在健全部分 重量级还先握有现金 稍微看还是涨多之后 还有一些保守策略在这里头 轻量级看的是在政达 至于在雨量级看的是在智邦的身上 等一下听听跟在健全里的掌握跟追踪 至于在对于解决的部分的话 重量级看的也是在现金 轻量级是在台湾50 至于在雨量级则是锁定的是探援 今天一光是亮灯涨停 在LED组型的部分的话 有什么特别的题材呢 好 再来要看到是在开平胸部分 重量级看的是联发科还是在涨 那么轻量级看的是智原也是一样 雨量级看的是华电网 三档个别股有什么样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要摆联发科 其实我摆了好阵子 就是说我在迎接它的创新高 因为其实联发科 你看我们上次大盘是 七千上次那个高点什么七八多少 那个高点七七八九 对 抱歉 9月25号那个高点台积电过了 大力光过了研发科 今天收盘我不晓得有没有过 就是但是盘中是一度也是过的高点 那就是说要再过前高的话 其实那只是时间问题 那就是说我为什么不把它换成现金 我也认为指数在这个地方 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回档修整理机会 但是我认为说那个幅度不会升 因为它的新产品 因为你可能卖掉之后 你可能到时候一买你的成本价差可能不见得很明显 所以我觉得还是继续把它放着 那至于在轻量级这个地方 我的思考逻辑就跟上个礼拜我放需要是一样意思 都是本益比不是很低的股票 那为什么我要放 上个礼拜我放需要是因为它要咖喱 对 需要这个礼拜没有错 它是没有还是一样 就是有高点一直垫高 那在这个地方资源我认为就是说 以它4G LTE的一个晶片 那么这样的一个速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最近4G LTE的一个题材之下 我认为资源像这样的股票 就是说法人也会愿意比较进注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可以来做留意 那至于说在这种所谓的 像今天有一档这个新挂牌的光纤股 波罗威 念起来好像那个佛经的感觉 那它今天也是很威 这今天也是大涨 那它今天大涨 那我觉得就是说真正说起来光纤概念股 跟宽平能够结合 有两者结合整合能力的这个华电网 它前三季就赚了2.15元 就现在股价竟然连20块都不到 那今年也有机会赚 大概赚两块半以上的话 那我认为说本益比也是偏低 那形态上面也是这个地方来讲 有逐渐的往上 要来做一个挑战的一个态势 还是不变 所以我认为说资产党各股 选股的理由给大家做参考 好 那么在解决这一部分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都聚焦在科技类股身上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都还好 不过我是觉得说 高价股在推的力道会比较受限 就是说你以长期的眼光是不错的 然后以本周的话 我就会比较打问号 因为本周我已经变现金 就代表我本周不太建议进去加码 在高价股身上 好 在进局的部分的话 也是像中央期看的是现金 是不是同样担心说高价股的话 要推升力量是比较弱一些些呢 我们认为高价类股 震荡的一个幅度会加剧 尤其是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天 假如说一如我们预期说 量你要慢慢滚出来的话 就是说这盘式要继续往上做一个撑高 必须量滚量 那高价类股必须要出现一些震荡 那震荡的一个部分就有风险存在 所以我们先暂时避开报现金 是 看明兄这部分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我刚才有说过 就是我刚才有看到两位有报现金 那我也能够理解那个理由 其实我刚才有说过 我也认为大盘会震荡 但是我认为幅度不会太深 那你今天一买一卖 当然你可以不用去追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报 而且用一个周围考量 对 你可以虚报 那我觉得你会比放现金的 这个所谓的回收还来得好 因为你可能大盘见回不回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小修正一下又再上去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嘛 也许它的卖的出发 也许它在本周的时候 大盘在做震荡的时候 其他就像台积电今天跌下来 那也许它就轮动的情况之下 它也许在本周的时候创新高 也许它是下周才跌 那你在本周反而只可以卖到一个好价位 是 那么对于这些部分呢 除了台积电之外的话 现在看到是在现金部分 台湾50跟燦元 您的重点呢 首先我来讲一下重量级 因为我刚刚就在盘下有讲 我想说我们在600块推荐大力光 它都已经到800 这个实在是推不下去了 就是移到这个位置 我都推不下去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高价股 我不建议在这个地方去做追价 或印在这个礼拜去加码 如果你真的要去买在加码的地方 你一定要等它做拉回 因为整个大盘不是说马上看坏 那至于说去看到台湾50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上礼拜都还在推荐台积电 那我要讲到台湾50的原因就是 我跟外资一样 已经在这个地方买到没东西买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 上个礼拜我外资大买超里头 应该买的是台湾50 那就是什么 就是我推一些股票 我真的一直买下去之后 我都不知道说 再买适不适合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去避险到一些比较大的圈子 因为我要享受台积电上涨的幅度 但是我也要享受 咬达或洗美电他们转机的幅度 所以它应该是包含在所谓的台湾50里头 所以我会跑去买所谓 跟外资一样 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去买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50它有兼顾到 万一台积电大立光还在涨的时候 它们的效益 然后也能兼顾到那些叠升反弹的一些大型股的效益 尤其还有一些集团的 呃做这样的一个心态存在 所以我觉得台湾50会变成一个法人 如果在行情在做的时候 一个一个标的吧 好 那至于在掺远这个就要讲到 其实我本来要写逸光 那逸光应该是在30块以上 所以就不能写在这上面 那我要讲到说 为什么他讲到LED的组曲 如果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 很戏剧化在礼拜五的时候 戏剧化最厉害的两党股票 一个是逸光 在最后15分钟杀下来 是因为他被剔除在那个MSCI 另外一党是中美金 从开盘的涨平板到收盘的平板 也都是万张大量打出来 那打出来时就有个很好的好处 就是外资该卖的都卖完了 基本上符额 其实应该是比较少的 那他在卖完之后 万一未来只要有一点点的转机题材 那他都很容易在引动行情 因为这个行情本来就是要走的 这个打空行情 那加上所谓的大尺寸面板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尺寸的电视 在这一次 在这一个时间点它是属于有亮点的 那整个所谓的市场股 因为尤达我也来介绍过了 那个转机股都已经来提到了 那我觉得就来提到LED主群 好那么这些部分的话也请您再掌握一下 你的政达还有值班 还有这些现金的部分呢 这个精彩内容呢 这两档的一个部分高价类股 我们还是持盈保胎 所以报现金 那整个轻量级的一个部分 我们选择政达政达呢 最主要这两档都是11月营收 有机会比10月还来的一个成长 那最主要呢 政达当然是搭配啊 就是保护玻璃嘛 那保护玻璃的一个部分 我们认为在触控的一个产品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啊 这是一个趋势的话 我们认为它在整个 因为它曾经在整个10月份 有打到69块 那打到69块呢 最近啊在缓步往上做一个电升 那尤其是这一波 我们认为说它比大盘来的一个弱势 那弱势为什么说啊 弱势应该要避开嘛 但是呢 我们认为它的营收呢 能够提供它一个加值 就是会有一个 落后补涨的一个条件 另外呢 在于啊 整个雨量级的2345的一个智帮 一样11月份营收呢 我们认为 因为它10月份的一个订单呢 有所递延 那搭配它的一个转投资 也是在4G LTE的一个晶片 所以呢 在前三季的一个获利EPS 大概是1.3左右啦 那1.3呢 依照今天的一个股价 一度来到15.35 还是利手在整个季线之上 那本益比有点偏低 那尤其是 我们认为呢 通常在年底的一个部分呢 大股东做多的一个心态 是比较浓厚的 那所以呢 在前天呢 之前那个大涨的那个 就是长虹棒那根大量区呢 中线假如还没有跌破的话 我们认为 都是可以做一个持股续报的 好 这属于各个提债的部分 我们继续进一步的把握时间 刚刚所提到整个大盘的方向 先来听听看 在这个开门型的观察 整个大盘的方向里头 这个外资圈的话 压多 单兵压多开始 由空翻多 结果连续性的飙高 来到这个今天600点上的一个位置之后 今天多单减少2727口 同时等一下 我们买卖差数字也要出炉了 对于整个台北股市行情跟变化 明天该如何掌握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在上半周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震荡是不变的 但是我觉得拉回的幅度不会太深 尤其是你看光是今天尾盘 他还持续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就是说今天他既然好不容易把这个底型打出 而且他一口气是穿过那个所谓颈线 那么现在当然我们以侧等幅来讲的话 就是说他已经这个地方等幅翻上去 那我觉得即便是在做回侧 回侧到这个譬如说季线跟年线纠结地方都没有破格局 那更何况是说大家知道现阶段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说一些大型全职股 他可能会休息 但是一些所谓的中小型的一些股票来讲的话 应该还是持续会有一些活力存在 所以我觉得说在这里你还是尽量去找一些 譬如说在低位阶低股价净值比 那么甚至于最好能够找到这种低本益比的股票 那么来做操作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站在一个多方的一个心态来做操作 好 那么姐姐您的观察里头呢 外资圈今天又继续买超82.9亿元 看起来是买盘力道的话还在增加好 买盘定高之后的话让多登再来减少 接下来呢 那我基本上认为我的看法比较不强 我认为上半周它不容易太大的一个跌幅出来 反而在下半周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因为我就刚刚一直强调就是 我们有一个叫做周结算的选择权 那选择权现在是多方已经好像 自营商好像已经被被嘎的蛮严重 那我是外资的话我应该不会松手 但是我们要强调就是外资有个关系 他每次大概就500点的幅度 他大概都会休息 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他在现货上 还有一些些取的买单 但是他其实在所谓的 延伸性进入商品有做避险的动作了 所以他有开始做多单减码 尤其在上个礼拜五 大家如果看到大台 他是进多单增加 但是他在电子的地方 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进空单 所以其实他在包含台积电 其实在这两天 这个充98块99块的地方 其实那个是2001年的一个高点 其实有碰到一点压力 所以我认为大家在这地方来讲 个股或许还有 但是指数跟空间 好 坚持最后定领的 我们认为假如有出现 比较中红的时候是站在卖方 那拉回的一个部分 假如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回落短期 你应该站在买方 好 听起来是机场景点反向操作 非常谢谢三位来到现场 感谢收看明日同时间 我们再会了 谢谢 拜拜 拜拜